皇后 给皇后贺喜 给皇后贺喜 连续三天请喜脉 皇后已经龙胎暗节 推查下来 便是皇后入宫侍寝皇上的晚上 臣已禀报太后皇上 请皇后赴家宴 皇上和皇妃也到了 皇后 来 来 皇后又怀了龙肘 祖宗有德呀 不要再一起闹事了啊 耽误传宗接代 那是不孝 娘 有些话说一遍得了 别识遍百遍地提 儿子都记住了 我跟皇后商量好了 既然孩子的名字 是先帝起的 那就不变了 就叫朱祁宇 您觉得怎么样 好得很 那皇妃的孩子呢 我正要为此事 向您请旨呢 这个孩子的名字 我想自己请 太后 您就允准她吧 否则呀 回去她就该跟我发伙喽 这些天来 她天天在看那些古书 就想找个好看的字 是吗 那起了什么名字我听听 我想取一个镇字 哪个镇 君是重镇的镇 说文解字上讲 镇 薄压也 是贵重沉稳 也是天下的根基 合我心意 你觉得呢 很好啊 诸祁镇多谢皇上了 祁遇祁镇 好事成双啊 好事成双啊 可惜啊 你爹看不见了 他那么喜欢孩子的一个人 一下来了两个孙子 也不等等再走 还没有 当孩子出事了 大一些 我让他到宗庙里 给爷爷磕头 谢谢任宗皇帝赐名之恩 爷爷在天上 也会高兴的 多好的事情 不能不高兴 坐下说话 我失陪一会儿 怎么了 边关的事情 严重吗 不大也不小 那就快去吧